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 我是橙子 如果说目前比较佩服哪个女人 必定是周扬青莫属了 作为一个分手以后的前政工周扬青 不仅让小猪两次道歉 就连一直猜测是情人 可是始终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情人的蝴蝶 都在个人平台上向周扬青道歉了 蝴蝶这不就等同于公开了告诉大家 自己做三了吗 而事业都不要了 莫非是周扬青手中的石锤 厉害到可以让他放弃自己的事业吗 不过此时的周扬青看起来很厉害 可在和罗志祥在一起的九年时间里 周扬青真的是忍了很多次了 来自于其他女生的挑衅 作为与罗志祥有着亲密关系的 旗下唯一女艺人蝴蝶 更是与罗志祥有着不少的亲密互动 罗志祥不仅为蝴蝶的事业尽心尽力 为他拼命的铺路 两人的舞台合作更是少不了 他们在舞台上贴身热舞 整个台上的气氛就被暧昧笼罩着 还有这种趁着做瑜伽 然后突然间放下的男方的这种行为 看着还真的挺猥琐的 每次玩游戏 罗志祥都太主动了 看蝴蝶和罗志祥身体贴合程度 才知道周旺青多能认 一般人都受不了啊 而成为正宫没有机会 迫不得已已经成为小三的蝴蝶姐姐 也不是省油的灯 私底下拥有着罗志祥的多年偏爱 明面上又有着罗志祥的保驾护航 每年明晃晃的送包包还不算 有一次蝴蝶还看似不经意间的 说出了男朋友三个字 宣示主权 还说是自己一时口快说错了 就连媒体都立即反应过来 蝴蝶姐姐明明就是在说罗志祥啊 除了蝴蝶姐姐不甘心 在去年还有一个网红于大梦 故意的约记者拍自己和罗志祥 就是想要逼宫 让周旺青退位 于大梦向经纪公司承认 自己和罗志祥在一起 而且不想要在暗地里 这样的继续下去 他想要做罗志祥明面上的女人 才找人跟拍的 谁知道当时罗志祥的公司 完全不承认这件事情 而周旺青当时也很爱罗志祥 立即就和罗志祥发合体 出现在了硬死的秀恩爱 于是余大梦的行动 就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最后他黯然的退圈 到海外留学去了 而周旺青曾经说过 罗志祥让每一个女人 都误以为自己是除了周旺青 这个正宫之外唯一的女生 简安罗志祥红女生 真的很有一套 大部分女孩子都对他死心塌地的 这种类型的男人 应该才是女孩子最担心遇到的吧 又渣又暖 想要逃离 却又难以割舍 而周旺青也是花了九年的时间 才离开 真的是太难了 几天之前 周旺青的一封分手信 刷爆全网 因为备用手机 多人运动 每天约不同的女生 等过于劲爆的内容 看似普通的娱乐圈分手事件 却成为了惊天动地的惊天大瓜 而一时间 渣男罗志祥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过随着各方的舆论不断发酵 罗志祥的事情反而是迎来了反转 虽然罗志祥前后回应的 都透露出了他无力反驳 想稀释宁人的虚好 但是他的好友亲人却一直不甘没落 开启了一系列对于女方的污名化式反击 这不最近 罗志祥的妈妈就因此被骂上了热搜 起因是在台媒的报道中 罗志祥的妈妈痛彻心肥地表示 感情的事情应该私底下处理 自己的儿子做错了事情 这母亲不但不反省 反而是怪女方做事太绝了 我拿她当儿媳妇 她竟然要毁了我儿子 这样恶人嫌告状的神逻辑 简直就是毫无道理可言 也难怪网友们纷纷反击 毁了你儿子的 明明是他自己 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你不会辨别渣男 一定要看看他的家人和往来的朋友 如果他们对待感情 对待女性出轨的态度 刷新了你的底线 你又凭什么抱着侥幸的心理 觉得他会是一个例外呢 12年前成龙的那一句 犯下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一直被骂到惊天 没有想到12年之后 这样的言论依旧在重演着 跟罗汪汪相比 罗志强的好友的态度 更是恶臭到令人发指 在社交平台上 他们中有人力挺罗志强 他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顺便还不忘的 diss一下周扬青心机身 有人则只骂网友是键盘侠 多管闲事 甩锅说群众玩得更开 然而罗志强的邻居吴宗宪 也在给男方找借口 想出对他还可以 或许大家都爱玩 可能年轻嘛 面对于41色的罗志强 不知道他是如何说出 年轻爱玩这四个字的 究竟有着怎么样的三观和道德底线 才会觉得男人爱玩 多人运动很正常 女人闹这么大才是没有必要 从这些尴尬的力挺言论里面 倒是可以看得到 他们从骨子里面 对于女人的物化和轻视了 有网友说一个人的朋友圈很重要 因为男生们抱团时很容易向底线最低的看齐 而渣男组团干坏事干出了不分青红皂牌 先力挺哥们一波 而这样的操作也太正常不过了 而身边聚集着一群爱玩爱撩妹的朋友 罗志强本人的道德底线也不用多说了 记得在之前的综艺中 罗志强还声称 私底下跟好兄弟们在一起时 从来不会去聊女生 因为女生不是拿来分享的 这样很不尊重他们 结果呢 说是一回事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本人的行径称得上是劣迹斑斑了 跟尊重女性完全就不挂钩好吗 不仅被爆出了 翘欧帝的女朋友跟女网友裸聊 而且私底下跟好友在一起的时候玩得很开 更肥琐斯的是 在今年4月4号的这个特殊日子里 他还和好友嫩磨开狂欢party 人群聚集无妨措施 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说到底 卢志强和他的朋友们 或许真的不觉得出轨多人运动 是多么大了不起的事情 他们之中不乏有钱有权的人 可这样的光环 依旧是无法掩饰他们内核里面的恶臭 享受着鲜花掌声 甚至是过高的工作酬劳 却一次次的突破道德底线 给公众带来错误的价值观示范 这样的人凭什么做公众人物呢 而卢志强大概没有想到 一直以来爱得卑微的周扬青 如今会如此的狠心 但因为这一波干脆利落的反击 当初那些说他配不上卢志强的人 如今反而都在为他拍手称号 而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抛出的瓜够大 也不只是他的爱憎分明 更是因为在受到伤害之后 他注意到的是 你和你的兄弟们 对于那些被你们叫出来玩的女生 是如此的不尊重 这句话真的是太挫心了 也太勇敢了 从22岁到31岁 周扬青跟他谈了9年恋爱 也曾经知道他出轨 却因为他一次次的承诺和悔过 而又对他心存幻想 可这一次呢 他大概真的是被恶心到了吧 于是他坦诚的告诉大家 这个男人行为的品质败坏 道德沦丧 并且绝无改过的可能 如果当初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自己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 而这之所以是这样的方式分手 是因为不愿意再让其他的女生受到伤害 而且自始自终 他制定是坚定的站在女性的这一边 很多跟陆志强在一起的女人 肯定知道他有女朋友吧 但是周扬青却说 他们可能偏真地以为 自己是除了正牌女友以外的唯一 怀着那种 他们可有可能是被骗了的善意 而周扬青没有责怪任何一个女性 除了认识他本人的蝴蝶姐姐 他甚至从未曝光过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他可以再果断跟渣男说你不值得 以后跟自己的九年告别 也可以迅速地恢复理性 逻辑清晰地劝说姑娘们 有些人的渣是天生的 千万别自信到 认为自己是那个可以改变他的人 即便受过伤害 对于未来的他依旧是充满着希望 能够自信地说出 我以后一定会收获幸福 爱的时候很爱 不爱的时候很清醒 这一波漂亮的操作实在是让人佩服和欣赏 而周阳新的朋友们也带着跟他一脉相承的霸气 有发长文安慰他的曾经一起在英国读书的闺蜜 也为他公开地回怼了渣男 而这群优秀的朋友成为他最强大的后盾 带给他温暖和力量 让他走向更加美好的远方 在鱼塘管理家的眼中 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应该安安静静地站在他身边 大气包容地容忍他的阴阴厌厌 带着点三分自罪的愚蠢 完够了他总会回家的 既然已经公认地承认了他的正式身份 甚至在采访中承诺 是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 他又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可是周阳新和他的朋友们 却并没有按照男人眼里所期待的样子忍气吞声 这倒是让罗志祥们楚楚被动了 你知道整个事件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明明是罗志祥给女方带来的伤害 可是很多人却表现得出来 对于男性道德问题的极大包容 甚至反过来指责女方 他们变法的一变变的去抹黑女方 给周阳新泼脏水 你以为女的不知道他这样 全钱交易罢了 没有罗谁认识周啊 不愧是网红利用完了还顺便踩一脚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为什么得不到还要毁着他呢 整容脸是不是分手费没有谈拢 连社会名流菜兰都无法对于女性做到基本的尊重 而这一句像我只想先生这样的人 多几个男女朋友没有什么奇怪的 言外之意大概就是这样有钱有名 长相还算端正的未婚男人 就有全光明正大的玩弄女性 尽情的享受美女环绕的特权吗 这实在太梦幻了吧 这些年女人们逐渐拥有了一些话语权 可以坦坦荡荡的思考自我价值 可在很多人眼里 女人对于男性特别是成功男性而言 依然是一种唾手可得工人挑选的资源 只是依靠着男人的宠幸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仁义群分 罗志祥的妈妈好友以及抱团支持罗志祥的人 一边劝着女人学会识大体学会容忍负重 另一边却以她还是个孩子为由 对犯错的男人极度宽容 他们其实还不能够接受越来越多的女人 早就不再把爱情和男人当作唯一赖以生存的食物了 也因此他们根本就无法平地地跟女人对话 面对于各种恶意的采彻 被污名化成恐怖情人 网络霸凌的周扬星 全程都保持着理性和教养 有理有据 不卑不亢地应对着各种各样的无礼冒犯 我不要钱 没所谓以后的名 我什么都不怕 才敢这样 这样的底气 撒得让人拍手叫绝 看到没 女人们已经越活越通透了 在经济和精神独立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但是罗志祥却还在自我堕落的梦境中 不肯醒来